今天我们介绍了我的全线的Apre V 生命中的产品 尝尝一点 这就是最好的东西 你能做到的 死亡 今晚骷髅哥化身带货主播 介绍一款极为特殊的产品 关于一个目的买卖的巡回推销员 他犯了足以入土的错误 男人每天都会寻找目标 特别是丧偶的独居老泰 谎称来自纪念园项目 他丈夫去世前交了块目的的定金 而且是替他们交的 但老泰从没听说过 假的用准备好的话术 可能他想作为一个惊喜 然后拿出墓园的照片 风景确实十分优美 可惜他丈夫去世了 没法享受各种兵电费福利 外加一万美元的现金 老泰文言心动不已 好奇怎么才能拿到救济金 由自己来付钱是否可行 假的表示会违法规定 老泰认为没什么不同 他可以马上支付现金 家里办完葬礼过后 基本没剩下什么钱了 疑惑还差多少钱没交 得知需要